为人民保姆这么做真的对吗 警察对嫌犯动用私刑一阵拳打脚踢 这样的夸张事情就发生在西班牙 一名酒驾男子被逮捕到案 他扣上了手铐坐在椅子上头 没有想到下一秒 一名原警飞踢了他两脚 旁边围观的原警竟然都视若无睹 监视器画面全都录 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身为人民保姆竟然动用私刑 而且直接来飞踹嫌犯 尽管事后施暴的原警道歉 说因为嫌犯威胁要伤害他的女儿 才会一时情绪失控 只不过这样的行为 不仅是做了最坏的示范 更恐怕陪上饭碗 面临四年的老日之灾